大家好,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 习近平的权力的确被拿走了一部分 这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 你仔细观察中国的共产党的各种说法 观察《日日明报》、央视、新华社里都能看到这一点 但这个变化呢 从总体的层面来看的话,它不是很大 说白了,以以贯之的一句话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而不是过去的坚持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定义一尊的领导 就这么一点点的表话 但是共产党过去这些年在习近平的撸袖子的情况下 习近平的确是定义一尊,是不是 习近平最猖狂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这个宣称中国将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型为以国家安全为中心 其中国家安全为中心是党的安全、国家安全和最高领导人的安全 这个话说的是蛮有层次的 这是习主级开始就是想当皇上的最高潮 而且是由这个国家安全部在那里上下推动的这么一个事情 当时我们就说过你国家安全部只不过是过去的公安局下面的一个副部级的单位 连正部级都不是 这两年你才崩尘一个正部级 那你凭什么对全国人民法号施令呢 还说这个国家安全的直接介入经济 国家安全部它是搞国家安全搞间谍的 你介入经济干嘛呢 那当然是习主席的想当皇上吧 想走得更远吧 由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型 和一个人人都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现实 国家从经济建设为中心 转型为以国家安全为中心 那我们从土工的所谓的这个二十到三中全安会的决定全文 你看见啊 这个国家虽然那个文件呢全是废话啊 但是不管怎么的 有一点你必须承认 这个国家细胞子号称的 把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么一个词 搞成国家安全为中心这么一个词 这个计划 这个部署 这个转型它没有成功 因为土工的官方的最高文件通篇还是在谈经济 还是谈经济 所以说他们说三中全安会啊 习主席有几个大败笔 第一天就出事了 是吧 生病了 这是第一大败笔 第二大败笔呢 就是让他老婆想进这个中央军委 没有搞成 第三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实现一个伟大的转转型 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成以国家安全为中心 这句话没有写进 中共的所谓的这个什么啊 所谓的这个文件里面 没有写进这个所谓的牛逼轰轰的决定的全文里面 这构成了习包子三大败笔 北京这个饭局也对这些个分析啊 分析的是头头是道 我觉得那就叫做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现在土工中国高层的中南海的情况就是 习近平不再是定义一尊 习近平不再是取代党成为最高领导 而是党的全面领导 那党的全面领导 那是有说法的啊 因为党的领导这个东西 你不能虚是不是 因为党他不是个人 所以我们说过啊 这个经济学有常识的呀 任何的经济 你如果产权不界定到私人身上 不叫经济 那叫扯淡 那权力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子的啊 再大的权力 你必须要落实在一个人身上 美国的权力很大 但是必须要总统 总统来行使这个权力 那中共的权力很大 你必须要一个总书记 是不是 必须要有人 如果你要把总书记 把习近平的权力拨走一部分的话 那你必须得有其他人来接盘 不可能把这个权力控制 虚执 不可能把这个权力处在真空的状态 那谁来旅行习主席 接下来这个空出的权力呢 你这么英文你就明白了啊 所以我说这个今天北京的话题 就是谁他娘的在幕后对习近平施压 谁他娘的有本事让习近平愿意交出部分的权力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达成了哪些个幕后的政治交易 习近平会不会因此 从此就滚蛋就下台 就像上一次的赵紫阳 国耀邦一样的 我们今天就把北京的饭局的话题 跟大家扯吧扯吧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迹象证明 有人要代替习近平 那行使中共的某些最高权力 这个东西你是看得见的啊 毛泽东当年搞三年的 这个所谓的大跃进 饿死了上亿的人 刘少奇共产党看不下去了 把毛泽东就就就分权了 毛泽东那时候就是党政军一把手了 后来把国家主席这个称呼啊 就让给这个刘少奇了 刘少奇就用了这个 国际的外交权和国内的经济权 但是党的权力还是在毛泽东的手上 但是你一个重大的事实就是 当毛泽东让出权力的时候 是有一个人接的 这个人就是刘少奇是不是 上一次也是 你说这个赵紫阳滚蛋了 谁来接他的权力呢 那当然有人咯 邓小平呢王震呢 陈云这帮老头子啊 然后再找一傀儡啊 他们找到张子敏呢 总得有人那是不是 你说习近平现在把权力交出来 那接起他这些权力的人是谁呢 你看不见 不可能是蔡奇 不可能是李强 这帮孙子都是一帮太监 啥也不是 所以说关于习近平的事情呢 你既不要过度期待啊 不要做梦 但是呢你也不要过度悲观 这个习近平还是大权在握没有的事情 他们说是唯一的理由逼腿习近平让一点不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你至少你要在这个对全国人民的宣传的口径方面不要那么的制造个人崇拜 不要搞你的定义一尊 说蔡奇这家伙啊 要把他送上绞刑架才行啊 这都是他搞的事儿 人家是害你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理由 说你不要被人捧杀 哎 你一说捧杀 你就知道这个词是谁说的 是王岐山说的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你的确是有病 生病了 身体不好的话 你就不要过度劳累 应该要注意休息 就这么两点 他们说就这么两个理由 第一是防止被你身边的太监捧杀 不要搞定义一尊这些东西 啊 与你习近平本人 与你习近平的这个家庭 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都不好 第二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了嘛 就是你身体不好 任何一个人的身体不好 那都是要让位的 你看拜登身体不好 是不是 他就退出这个总统竞选了 你习近平身体不好 这是个事实 啊 所以呢 据说是这个曾庆红 朱镕基 这么两个人 加上王岐山 如果还有半个人呢 就是国家副主席韩正 就这么三个半人 联合起来向习主席施压 其实也不叫施压 就是说 还是要这个 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搞下去 肯定不行 希望这个习主席交出一部分权力 这个权力不是真正的交出 而是呢 在宣传的口径上面 不要感觉到中国要倒退了 不要感觉到中国要回到一个封建社会了啊 权力还在习主席手上 你还是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 没有问题的 党的总书记 但是呢 你不能够这个搞成衣服 你整个天下都是你习天下的情况 何况你身体不好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的考虑到这两点啊 也愿意交出不分权力 说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第一次 习近平好几次搞个人崇拜的时候 好几次贴自己的猪头照片的时候 都遭遇到了党内的干部的领导干部 尤其是退休领导人的这个什么干预和批评 所以呢 不能说是对西 幕后有人对习近平施压 而是幕后有人对习近平批评 让人感觉到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回居然没有温家宝 按照正常情况 应该是温家宝也参与其中 是不是跟朱镕基他们联合起来搞一搞呗 温家宝屁都不敢放 大气都不敢出 是吧 温家宝一退休了以后 大气都不敢出 为什么呢 北京这边的人也说 温家宝他没有根底的 他没有根底 他不像朱镕基 他是跟江泽民 他们都是上海 曾永红他们都从上海出来的 他们是有伙的 目前团派彻底没戏了 胡锦涛不行了 李克强死了 汪洋也认输了 知道吧 现在其实你想想温家宝这个人 他是一个人 他没人的 温家宝本来是赵紫阳的人嘛 他没人 他没有构成一个派系 没有所谓的温派 也没有所谓的赵派 本来的话 温家宝应该是和汪洋 联合起来搞成一个邓派 但是他们俩都没有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 所以目前能够对习近平构成某种牵制的就是上海帮的曾经红 朱镕基和这个谁 韩正 加上这个王岐山 王岐山也算是上海派的人 不是全部算 因为王岐山是朱镕基的人 所以也算是上海派的人 所以习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垮台呢 表面看起来习近平没有任何变化 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但是你以后看人民日报 你以后看像样式的新闻 新华社 你不再会经常看到这个各路什么 整个头版全是习主席的新闻 定义一尊 完了以后绝对忠诚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这些话以后都会比较少的看到 也会有 但是不多 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这句话也不会变 大概我今天听到的就这么一个套路 但是习近平的确往后退一步 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谢谢